蓝塞图文化园区 满满的文青风气 还有各式各样装置艺术 假日一到就会吸引不少人来游玩 不过却传出园区的厕所里 被人装了针孔摄影机 马桶和卫生纸盒 还有木头厕所门 被眼睛网友发现 就是在台南蓝塞图文化园区的公共厕所里 社群平台上一片花燃 有人说会留下阴影 有人则说以后上厕所要戴面具了 不太敢在外面上厕所 可能都会在家里上 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安全 就只能遮就遮吧 不然也不可能把厕所都放一遍再上 台南市警局接获通报 赶紧派出侦查对建设人员勘查财政 警方拿出相机还有手电筒仔细搜查 但是搜索之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装设摄影机的情形 人来人往的知名景点竟然会发生偷拍事件 让人觉得可怕 但警方搜查无果是因为拍摄者 不定时装设摄影机还是已经移除了 需要警方进一步追查 警方也表示民众上厕所时 也应该要注意有无可疑红点 避免成为偷拍影像的主角 华视新闻刘汉生台南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